音乐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与你们心灵同在 公读圣马骨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那时候若望对耶稣说 老师我们看见一个人 因您的名字驱魔就阻止了他 因为他不跟从我们 耶稣说不要阻止他 因为没有人以我的名字行的奇迹 会立刻来毁谤我 不反对我们就是赞成我们 我实在告诉你们 谁若是因为你们属于基督 而给你们一杯水喝 他一定会得到奖赏 谁若是使一个信我的小弟兄犯罪 倒不如拿一块大魔石 套在他的脖子上投在海里 倘若您的一只手使你犯罪砍掉他 你身体残废而能进入永生 比有两只手而下地狱 到那不灭的火里去好的多 倘若您的一只脚使你犯罪砍掉他 你破着腿进入永生 比双脚俱全而被投在地狱里好的多 倘若您的一只眼睛 我们赞美你 弟兄姐妹们 今天开始道理之前 我要做一个比喻 耶稣 耶稣喜欢用比喻讲道 神父也喜欢用比喻讲道 我们说要有一个好的工具 你要能够有一个好的工具 我们都希望买到好的工具 所以做工具的人 他做工具的时候 工具以前你看人家怎么做工具 他都是经过敲 不断的打 不断的敲 不断的磨 然后不断的修 敲打磨修 是我们在做工具里面的必须有的工序 我们叫工序 所以任何工具 他出厂之前 我们都知道一定要经过QC 对不对 QC叫quality control 叫品质管理 一定要经过这个检验 甚至必须要经过最残酷的最后的测试方能放心 不是这样就完了 到了我们的手中 我们使用工具 我们都要懂得如何定期的保养 甚至有需要我们还要维修 可能还要重新再敲 再打 再磨 再修 让他因而越变越好 我说出这个比喻 其实就好比我们人一样 受造物都需要经过这样的一个品质管理的过程 而我们人类呢 我们人类也是受造物 我们人类也是跟物体一样 也是需要敲打磨修 所以你看以前中国人对孩子 对不对 一定要打 不打不成才 知道吧 一定要给他磨 让他受苦 对吧 其实人跟物品是一样的 我们都会经过这样的一个流程 我们成长的过程 所以我们人类 我迎接苦难 我不会拒绝苦难 然后我的十字架 我愿意背着十字架 所以信仰中的苦难 十字架的人生就是我们教友大家都知道 所以神父不断地说我们作为教友记得要能够接受苦难 要能够背负十字架 所以苦难跟十字架就是我们所谓物体的敲打磨修 我们如果要变得天主 我们如果要变得天主更好的工具 没有一个人可以拒绝苦难 没有一个人可以拒绝十字架 因为我们需要被成为天主最好的工具的必须的一个流程 必须的一个工序 所以苦难十字架就是所谓我们受造物要成为天主最好工具 最好器皿的一个过程 弟兄姐妹我再次重复 所以耶稣基督他本身明白这个道理 可能我们还不明白 所以我们常常拒绝天主的苦难 拒绝十字架 但是耶稣基督非常清楚 所以耶稣基督会跟天主说什么 他说天主你现在给我这苦碑 苦碑我们大家都不喜欢苦碑 我们大家不喜欢苦难 大家不喜欢十字架 所以耶稣基督跟天主说 天主你如果可以免则免 这我们的心情也是这样子 天主你能够免掉就免掉 不要让我受苦 不要让我背十字架 但是他说 如果你真的不要免去 那我就喝了吧 那我就喝了吧 意味着我就接受 因为我相信 你要我喝这个苦碑 一定有你的道理 一定有你的旨意 有你的目的 天主要我们受苦 被十字架不会让我们变得不好 不会让我们变得更坏 天主愿意我们给我们十字架 我认识一下跟苦难一定会对我们更好 一定会对我们更好 我认识一个朋友 从小都是乖宝宝 从来没有受苦 我生长在一个家庭 从小就每天要工作 我常抱怨 为什么让我那么受苦 当我读大学的时候 我跟我的同学一起进大学 大学他开始受到挑战 他开始受到磨难 他第一次读书 那么样的挫败 那么样的觉得自己 一无是处 这种心情终于爆发 让他要跳楼自杀 跳楼自杀 而我经历过年轻 小时候的苦难 任何问题来 对我来说已经没问题了 因为我知道 我的生命的历程 如果没有我小时候的苦难 我今天不会成为一个坚强的人 我不会一个有能力 面对问题的人 所以任何所有的苦难 跟十字架 在天主的眼睛 给的你绝对是对你好的 天主不会让给了一个 对你不好的东西 所以弟兄姐妹们 敲打摩羞 在信仰生活里面 就是我们的灵修生活 你为什么 什么叫灵修生活神父 教友的灵修生活是什么 灵修生活就是在你们的生命过程当中 天主不断地考验你 天主不断地在你的生命中给你挑战 目的就是要磨你 要敲你 要打你 要修你 让你变成一个很好的工具 所以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 天主就要我们 首要的就是修炼自己 修炼自己的灵魂不单只是肉身 因为肉身不能永恒 但是灵魂才是跟天主最后结合的那一个 所以人肉身所遇到的苦难 生活中所背负的十字架 这一切都是为了灵魂的好处 所以你灵魂得到好处之后 你才可能跟着主耶稣基督回归天主的家 所以弟兄姐妹 灵修 我们有一个两个很重要的名词 你们一定要记得 一个叫做克制 克制 一个叫克制 一个叫做平息 记下来 克制跟平息 人不能太随心所欲 人不可以太随心所欲 十字若望 一个圣人他说 我们人有四种情绪 必须要克制 有四种情绪 必须要平息 你要成为一个好的天主的工具 记得要用克制跟平息 来修炼自己 修炼自己什么呢 有四点 我很快的说明 第一点 第一点就是我们的快乐 我们的快乐 等一下告诉你 为什么我们要克制快乐 第二点是希望 我们每个人都有希望 我们都希望 我们都希望怎么样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害怕 都有害怕 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悲伤 所以弟兄姐妹 你觉得这四样东西 你有一个没有的 你可以举手 绝对有 你不要说神父绝对没有 神父都有 神父还是人 神父还是会有我的快乐 希望 害怕 跟悲伤 但是 信仰 生活 灵修 就是要我们将这四种情绪 要好好地让他和谐 能平息这种情绪 弟兄姐妹们 情绪非常重要 情绪的掌控非常的重要 如果你掌控不好 你就会出现许多的问题 也就是身心灵的病症 都是因为情绪失调而造成的 所以情绪掌控 不是单单心理学的问题 更是灵修的问题 以前神父在遇到这种情绪 无法掌控的时候 我那个时候只能够去寻求心理学 寻求辅导 有帮助吗 我不能够说没有帮助 有帮助的 但是要彻底 清洗我内在的 心理学 辅导学 没有办法 进入我的灵魂 清理我灵魂的那一个部分 所以需要靠灵修 需要靠灵修 弟兄姐妹们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 快乐 快乐如果你不克制 就会怎么样 你就会乐极深悲 我们常常 好快乐 快乐都忘了 然后就悲惨的事情就发生了 弟兄姐妹们 快乐是感官的满足 是身体的满足 是欲望的满足 是情欲的满足 这种快乐是短暂的 而这快乐你一死上了之后 就每天你都要 就要寻求短暂的快乐 所以你看到不能够克制的人 比如说手机 带来快乐 所以没有办法克制 你就发现到你整天就在手机里面 整天在电脑里面 整天在社情网站里面 因为这种快乐是短暂的 是拉掉你的感官的满足 但是对你的心灵完全没有益处 所以如果你这一个快乐的不克制 如果你快乐不克制 你就会造成很大的生理上的伤害 你就会慢慢把你带入罪恶当中 你试试看 你试试看每天都在物欲 在重情的快乐当中 你将会失去很多生命的意义 所以你一定要克制 一定要克制 第二个是希望 我们每一个人一定有希望 没有希望你不可能生活 但是我们的希望是什么 我们的希望是世界 我们的希望是金钱 我们要追求心中想要的 我们希望我不要吃苦 我希望我不要吃亏 我希望我心想事成 事事顺利 希望都是世界的东西 都是金钱权利地位 都是肉身的满足 如果你不克制 你就会成为奴隶 你会成为世界的奴隶 你会努力地赚钱赚钱赚钱 所以你的人生目的就只有赚钱 爱对你来说不重要 友情对你来说不重要 家庭生活不重要 最重要就是我要有钱 所以你不克制 你就会变成奴才 你会失去了生命的真正意义 所以要克制 就好像读经一里面说的 如果你重情与希望 与这样的一个世界的权利地位 你会产生你的嫉妒 因为你要得到的东西 可能别人比你更厉害 你为了要得到 你的嫉妒心就出来了 你就会为自己制造了很多的仇人 这样的生命你会快乐吗 所以要克制 要克制 第三点 害怕 你知道魔鬼首先利用我们的 就是让我们觉得害怕 害怕什么 害怕天主 害怕天主要我们做的事情 所以魔鬼一直会跟我们说 你可以不需要有苦难的 你可以不需要有十字架的 天主不好才给你苦难 才给你十字架 你就不要管他 你重情享受你的生命 你不用管别人 你管你自己就好了 你得意就好了 你快乐就好了 你为什么要有苦难 你为什么要有十字架 你做自己就好了 你不需要被人家修剪的 但殊不知 有时候我们被修剪 有时候我们被人羞辱 有时候我们被别人要求 良药苦口 如果你不相信人 但你总相信福音吧 如果你不听从人的 如果福音要你这么做 你还不相信福音 那就没得救了 那就没得救了 所以弟兄姐妹 良药苦口 天主总是把最好的东西 让我们身心灵得到好处 否则魔鬼会养肥了你的欲望 魔鬼会养肥了你的肚肠 等到那天要宰杀你的时候 你发现自己回不来了 回不来了 没有能力抵抗了 而最后你就进入悲伤 过度的悲伤带来什么后遗症 大家都非常熟悉 人为什么会悲伤 因为我们太在乎 我们太在乎自己的想乐 前面的三个 我们太在乎自己的想乐 我们太在乎自己希望得到的东西 我们太在乎 害怕我们的十字架跟苦难 所以你这个过度的担心 让你进入悲伤 所以很多人进入忧郁症 很多人因而得了癌症 医学都把这个东西做了连结 一个悲伤的人 很容易造成immunsystem 所以弟兄姐妹 这四个我们都要克制 都要平息 但是人能够不能够处理这个心理问题 我曾经找人 找医生处理我这个心理问题 说老实话 当然有帮助 但是最后我发现 我是进入了灵修的操练 才能够彻底的摆脱 这样的一个纠缠 因为属心灵的问题 灵魂的问题 不是头脑来解决 不是科学来解决 而是依靠耶稣基督 属灵的他 来帮我们治愈 所以为什么信仰 对我们来说很重要 凡人所不能做的 主耶稣基督说 凡人所不能做的 唯有我 唯有我可以为你做到 灵魂的痛 灵魂的伤害 只有属灵的耶稣基督 可以治愈我们 最近有这么一句话 他说 如果我的聪明才智 让我远离了天主 确实我们现在人都很聪明 越聪明就越不相信天主 如果我的聪明才智 让我远离天主 下面一句他说了 那我宁可成为那一个不聪明的 我宁可成为那一个不聪明的 因为我需要天主 又有那么一句话说 我宁可成为天主的奴隶 也不要成为魔鬼在人间的君王 所以这些人都是属灵的人 他知道什么对他来说更重要 就如同今天福音后半段所缘 我的回应 天主 如果我能断头断脚断手 但是我可以上天堂 我宁可死得非常难看 即使你让我断头断手断脚 但是你确定给我上天堂 我宁可死得很难看 这就是我们的殉道人 所以我也不要化妆的美美的 身体体无完乎 身体会完美 没有任何的伤痕 拥有世界的一切 但最后你却进入永恒地狱之火当中 所以神父一开始就问你们 生命中有很多的选择 面对死亡 升天堂下地狱 你要做怎么样的生命的选择 你要让你自己的生命每天都打扮美美的 还是让你的心灵美美的 这是你生命的选择 耶稣基督每天都邀请我们做对选择 他给了我们真理道路和生命 所以你选择怎么样的真理 你选择怎么样的道路 选择什么样的生命 所以让我们都能够成为 聪明的统真女 而不要成为愚笨的统真女 愿主的平安跟喜乐常与你们同在